大家好,欢迎今天的五大新闻亮点,摘自,美国生活365,2024年8月1日 川普质疑哈里斯的身份,称他不知道他是黑人 以色列称在7月的空袭中杀死了哈马斯军事领袖 美国寻找重启加萨廷火谈判的方法 布莱恩、纳尔逊离开财政部为哈里斯总统竞选提供建议 当JD万斯受到攻击时,川普的粉丝聚集到他一边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攻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质疑他的竞选对手才刚开始近年来被认定位黑人女性 直到几年前我才知道他是黑人,当时他发生了变黑 现在他想被称为黑人,川普周三表示在全国黑人记者协会年度大会上 所以我不知道吗,他是印度人,还是黑人 他继续说,我尊重其中任何一个,但他显然不尊重 因为他是一路印第安人,然后突然他转了个弯,变成了一个黑人 我认为也应该有人对此进行调查 哈里斯现年59岁,是印度和亚买加移民的女儿 她在加州伯克莱的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长大 她说,因为她母亲认为有一天她的女儿们会被视为黑人女性 希望他们身边有强而有力的榜样 哈里斯就读于华盛顿特区的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霍华德大学 并且是黑人联谊会Alpha Kappa Alpha的成员 问题是他是否有资格加入黑人社区或任何人参与黑人社区都会变成黑人 以色列确定杀死了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 德伊夫在7月的空袭中死亡,其他高级官员死亡 以色列还在最近的空袭中杀死了真主党指挥官弗阿德 舒克和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 该国军方周四表示,消灭了10月7日袭击的一名策划者 和一名试图杀死的激进分子几十年 德伊夫是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以色列称已在加萨9个多月的战斗中打死托伊伍和全国第三名高级敌人 将在48年被宣布死亡小时 由于真主党和伊朗的反应 这些行动引发了人们对更广泛的中东冲突的担忧 DF是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该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人质 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 德伊夫的去世对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有重大影响 戴夫的死在哈马斯内部造成了领导真空 因为他是哈马斯军事行动的关键人物 他的死亡可能会扰乱哈马斯的军事战略和行动 因为他参与了重大袭击的策划 包括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 失去这样一位杰出领导人可能会影响哈马斯战事和支持者的士气 以色列认为德伊夫之死是重大的军事成功 因为他是他们最想要的目标之一 这一事件可以为以色列领导人提供政治推动力 展示他们消除引人注目的威胁的能力 以色列可能会加强安全措施和军事行动 以防止哈马斯及其盟友的报复性攻击 德伊夫和其他高级人物的死亡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并可能导致更多的暴力和冲突 这些事态发展可能会使停火谈判 和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努力变得复杂 总体而言 德伊夫之死标志着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持续冲突的转折点 可能对双方和整个中东地区产生潜在影响 哈马斯政治领袖在德黑兰袭击中丧身后 拜登政府正忙于挽救加萨停火的前景 这对谈判可能造成致命打击 令官员们感到担忧以色列现在可能在两个方面面临重大报复性攻击 以色列声称对贝鲁特的一次空袭负责 导致一名真主党领导人死亡 但尚未对德黑兰的空袭负责 美国担心伊朗及其代理人可能对以色列和美军发动报复性攻击 大量人群参加了哈尼亚在德黑兰举行的葬礼 凸显了紧张局势和升级的可能性 虽然美国官员表示他们预计会发生被鲁特袭击 但德黑兰袭击让华盛顿措手不及 几乎立刻就让已经暗淡地在美国斡旋下加萨停火的前景渺茫 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 这些杀戮可能引发新的 更严厉地报复伊朗及其在该地区针对以色列和潜在的美国军队代理 截至目前 拜登总统尚未发表任何近期公开声明 专门针对穆罕默德 戴夫之死或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相关升级问题 他最近的演讲主要关注其他主题 例如最高法院改革以及他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的决定 乔、拜登仍然是美国总统 然而 他最近宣布将不再竞选2024年连任 布莱恩、纳尔逊、Brian Nelson 将辞去美国财政部的职务 以政策顾问的身份加入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 的总统竞选活动 据竞选官员称 自2021年底以来一直在财政部工作的纳尔逊 将作为政策顾问加入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竞选活动 Axios Joe 报道称 纳尔逊将加入哈里斯总统团队活动 在加入财政部之前 尼尔森在担任美国参议员期间与哈里斯共事 并在加州司法部和洛杉矶 第28届奥运组委会中担任过各种职位斯关于布莱恩、 尼尔森从美国财政部 过渡到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竞选活动 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指控或证据表明存在利益冲突 然而,考虑到他在执行制裁政策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及他作为政策顾问的新职位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潜在的利益冲突或他之前的工作 对其新角色的影响 财政部如何处理其员工潜在的利益冲突 有哪些保障措施可以防止政策顾问从其角色中获得个人利益 自从J.D. Vance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以来的两周内唐纳德 川普的竞选搭档 他受到了许多选民的青睐 包括一些共和党人 作为争议的壁垒针 但周二前来听万斯演讲的内华达人 却把他视为另外一个人 川普精心挑选的继承人 我来看看共和党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38岁的凯特、马什、Kate Marsh 说到老,当地的一名物业经理 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定义自己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始 之前做出的决定拜登总统宣布退出竞选 此后一直一些共和党人对万斯进行了事后批评 因为万斯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又以分子侧异性使 对川普的每个基地有吸引力 但可能不会吸引选民需要在内华达州等摇摆州营的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 他被视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但得到了川普基本盘的支持 万斯在里诺的竞选演讲重点批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称他是危险的自由派 并指责他在移民问题上负责 他也批评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媒体 万斯支持收紧边界、关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政府干预经济 呼应了川普的反建制讯息 一些共和党人对川普对万斯的选择进行了事后批评 担心他对摇摆州选民的吸引力 然而支持者将他视为川普选定的继任者 今天的五大新亮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分享、点赞 谢谢